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感觉好几天没有给大家带来免费的VPN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强劲的 一个VPN 也算是一个福利送给大家 那么这个VPN非常的流差 我在控悬的时候测试它 随便可以超过10万K的一个速度 那繁忙的时候随随便便也去到五六万K没问题 这个VPN从2013年到现在快十年了 那它从来没有消失 从来都是免费的 速度也是一直那么快 非常的好用 OK话不多说 我们介绍正题 我们首先来到它的官网 首先介绍一下 这个VPN它是一个学术实验室的一个VPN 它是一个日本大学的 日本国立主播大学研究生院 他们开发的一个本身他们自己做学术用的一个 所以说这种机构学术性技术性是非常强的 那么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也是非常的流差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累计用户数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多少 大概数一下吧 好像100多亿吧 100多亿 那236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么多个用户 可见它的这个知名度有多高 那么它这个服务器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国家地区 这个储其民绘画术什么东西的 这边都有一个 它每一个节点来讲的话 这边有多少绘画 然后有多少的这个 它的速度是多少 总共用了多少的这个流量 这边的什么连接指南什么都有 非常多 非常多 大家看到这个非常多 跟日本、韩国、美国 对不对 国家倒是不是太多 国家不是太多 但是它的线路非常多 等一下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我们来到这个下载页面 这个下载页面 这个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 它有好几个好几个的一个平台 都可以支持 我们今天就用那个windows平台 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到了 这边它支持这些系统都是可以的 你点开随便点开一个系统 它是它是一个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在这边 都有一个详细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不管它 我们还是会到下载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点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是windows版本的 windows版本的 它的语言有中文、英语、日语 都是有的 那点这里就可以下载了 我已经下载过了 在这里被演示了 OK 我们回到桌面 这个就是下载下的一个压缩包 我们可以解压一下 解压以后呢 这个就是刚刚解压的 我们点开它 OK 就是这一个文件了 就这一个文件了 我们点击安装 OK 这一边是安装指导 非常强大的开源免费的微频 安装之下还是一样 把这个杀猪软件给它退出来 给它退出来 然后点击下一页 那这边我们就选第一个就可以了 不管它 我们选下一页 这个地方点我同意 这里点下一页 OK 再下一页 这个地方指定目录 这个目录我们换一下 不要按到新盘上去 我们这边给它装到第一盘吧 OK 下一页 下一页 这边点4 OK 开始安装 OK 安装完毕 我们点完成 点完成以后呢 它自动打开了 自动打开 大家看到 这一边的话呢 它有很多选项 连接编辑查看什么虚拟视频器 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管它 我们都不管它 那它下面虚拟视频器 它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MAC地址都有了 我们不管它 我们点第二个 点下面这一个 它这里是公共的VPN中继服务器 OK 我们打开它 大家看到这边的话 下面都是它的绝点 都是它的绝点 非常多 在这个地球上 200公共VPN中继服务器 更新于今天的17.08分 OK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下面很多的节点 那么我们要怎么连呢 我们要怎么连呢 这里有一个技巧 大家看到 上面这一边是主机名称 IP地址 这边国家地区运行时间 微拼绘画 限度速度 OK 看这一切就够了 那它每一个节点 后面的一个速度 都在这里了 它的连接速度是多快多慢 这里都有一个明显的 标示出来了 当然我们宁愿连这个488兆 也不愿连21.7兆的 对不对 那这一个节点太慢了 当然我们要连这个节点 但是说你要连值线 你也看一下 它这个节点 绘画载线的人数多不多 对不对 那载线人数越少的话 当然速度越快 不然的话会塞车的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以后 我们就这个地方点一下 它可以排序的 你看这边的绘画人数最多的 在上面 对吧 那我们朝下找 绘画少的 绘画少的 朝上找 让我们找一个速度快一点的 打比方这一个 一个绘画 它有900多兆 每秒900多兆 让我们尝试一下 这一个连接一下 这个不一定 百分之百都可以连上 假设连不上 我们可以多换几个 我们点右下角连接 这个地方显示连接中 我们看看这个能不能连上 连上的话 这里就是你连接 大家看到 这么久没连上的话 应该是不好连的了 然后我们把它淡开 淡开 我们重新选一个 我们重新选一个 打比方这一个绘画 现在没有人债券 它有270多兆的一个速度 那我们也尝试连一下 好的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经过了七七八十一秒 终于连上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速度怎么样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打开这个YouTube 看一下广告 这是一个4K的一个视频 目前看起来速度不是特别的快 我们稍微快进一下看看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磁凳 我们看看这个 它的画质是1080的 对不对 稍微有一点卡灯 我们看一下网数多少 这些跑到两三圈开啊 这个 正在连上的这一个节点 它的速度太慢了 因为比较快的那几个节点 刚刚没连上 刚刚没连上 现在去到2900多开 2900多开 我们看一下4K的看看 跑了一会的话 这个速度起来了啊 现在速度去到19000多 那我们看一下4K的看看 OK 现在是4K的画质 现在速度去到22000多 22000多开 我们再快进一下 基本上没什么延迟 OK 我们连一会的话 现在速度上来了啊 到了24000开 OK 我们刚才连的这个节点呢 就是 速度不是那么快的啊 全面连了两个速度快的 没连上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自己 有空了 要用的时候就去试 试了哪一个呢 能用速度快 就用哪一个就行了 关键是它是 10年了快啊 然后 然后它的速度也非常OK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改成我的视频 对大家有用的话 请大家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